把事件的转向叙利亚 昨天凌晨 土耳其和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 对叙利亚北部的极端组织 发动了猛烈的袭击 土耳其的坦克 首次越过土序边境线 开进了叙利亚 土耳其的特种部队 也进入叙利亚作战 当地时间24号凌晨4点 代号为右花拉底盾牌的军事行动 拉开序幕 土耳其炮兵部队 在两小时内 向叙利亚北部的极端组织 六十三个目标实施多次炮击 随后土军和联盟部队 出动战机实施空中打击 土耳其军方 包括多辆坦克在内的部队 当天上午越过土序边境 进入叙利亚阿勒坡省 吉拉布鲁斯 吉拉布鲁斯距离土耳其不到一公里 也是极端组织 在土序边境控制的 最后一个主要城镇 这是土耳其自去年11月 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后 首次出动F16战机 对旭北部实施空中打击行动 土耳其外长称 这是打击极端组织行动的拐点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 当天的军事行动 旨在清除土耳其边境附近的 极端组织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美国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 但土耳其反对 认为它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外言 而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认定 是恐怖组织 不过埃尔多安同时表示 土耳其尊重叙利亚的领土完整性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 当天表示 极端组织穿过边境 对土耳其发动了袭击 20号发生在土耳其 加济安太普省婚礼现场的 爆炸袭击就是证据 埃尔多安则称 叙利亚是土耳其面临 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原因 土耳其已准备好 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其他国家共同努力 彻底将恐怖主义威胁清除 埃尔多安还说 支持恐怖组织 等同于手握 以拉出拉环的手榴弹 实在是太危险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也从属于美国为主导的 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 但自7月份 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 土美关系紧张 军事行动后几个小时 美国副总统拜登 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拜登将与总统埃尔多安 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 分别举行会晤 讨论叙利亚局势 而是否引渡居伦问题 也会成为会晤焦点 对于土耳其坦克 进入叙利亚打击 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 叙利亚外交部 当天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土耳其军队 进入叙利亚的行为 声明说 在叙利亚境内 打击恐怖主义 必须要经过叙利亚政府 进行协调 而土耳其军队的行为 是对叙利亚主权的侵犯 声明还呼吁 土耳其立即停止侵犯的行动 并呼吁联合国执行有关决议 约束美国所主导的 国际联盟的行为